Hello大家好,我是坚沛 这套影片里面加大家最便宜 买到这次传家宝阿玛士直刀的方法 说一说下半季排位地图 王者傻谷的地图改变 控制模式的回归 最后说一说 相调影片和后续 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流出 第一个你们一定会想知道的 就是这次的战士活动期间 吸引了超多新手或者老手回锅的控制模式 正式回归 而且这次控制模式还带来了一个新的地图 那就是在王者傻谷里面的腐蚀制炼场 所以现在加起来控制模式将会有三个地图 分别在Olympus,风暴点,还有王者傻谷 腐蚀制炼场加入了控制模式的同时 也迎来了一些变更 包括一些新的掩体,绳索,还有升空地点 最后还有一个在控制模式里面的特别情况 在里面使用控制面板 还可以调整这个区域里面的毒素 让他们直接攻击任何想要抢B点的玩家 然后看看像是大规模的流出 一个你们会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当然还是要说清楚 这些只是开发者测试版本的流出 内容全部来自Odysm Gaming 420 想拿来陷害Carindle的流出影片 并不能肯定他们已经准备好再正式版推出 而且这些内容也可以随时更改 上一条影片只跟你们解说第13季英雄的原因 因为其他的英雄一定都改 参考的价值不太高 不过我认为以下要说的应该也不必改了 毕竟这已经是手机版里面已经有的功能 还只是阉割版的功能 功能就是把想带来了手机版里面 可以自由开启假人人工智能的功能 从流出的片段里面可以看到 想要使用它 可以按在强项不同地方的控制面板开启 而且也有一个新增的平台 可以改变假人的护甲等级 也有一个新的互动平台 可以调整在下面这是移动靶子的水平移动速度 最后还有大家都一定会最喜欢的功能 可以打开Escape后按下这个按键 在把墙里面把所有的枪械变成无线弹药 在把墙剪好枪 第一件事情终于不是在地上剪子弹 不过下面这些流出 虽然是已经能在开发者的测试版本里面看到 但我自己预计这些新功能 最早也只会在第13机的更新里面加入游戏 毕竟这也算一些非常大的靶场改动 师傅不会在机中更新就加入 这也可以让官方花更多的时间 确保新加入的功能没有漏洞 越多时间给他们准备 出错的几率应该就越低吧 最后说如何用最便宜的方法买这次按马直刀 这次活动前先告诉你们 准备好要买的时候再确认一下看看影片才买 确保自己没有买贵 首先先买了游戏里面 特别又为里面的两个铜捆包 加起来7500Fsb 这里有12个活动导具 然后如果你合成金属不购买任何的紫色外观 那就用正价买12个活动组合包 合共8400币 可以的话就用合成金属解锁紫色外观 每只一个让你少买一个活动包 也就是少吃百币 结论是如果不用合成金属 这次用15900币 就能买光活动外观 拿到按马仕的直刀存家宝 这次EA继续赞助APEXB的抽掌 抽掌方法在这里留言 想要免费支持这个频道的 记得订阅还有账号影片 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